英超首轮结束后,曼联和辛伯格巴再度放话也发争议,他表示曼联和法国队不同,而自己需要空间和信任。 有人认为汉将在暗示这两点在曼联不具备,所以才造成自己上赛季发挥不佳,或是在提醒牧帅要更加信任自己,而在世界杯期间牧帅虽然认可伯格巴的表现,并认为有出色发挥,是因为他很专注于比赛。 很多人认为牧帅这话也是另有深意,毕竟伯格巴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要优于上赛季,将帅师和世大计,两人的言论也引发了外界的各种猜测,因为本赛季是牧帅之教的第三个赛季,如果不贯的话则可能有危机出现, 而伯格巴显然是球队的第一利器,发挥出色且稳定,的话才可能和曼城等强队争夺到联赛冠军,从首轮的过程中看曼城还是优于其他球队,红魔赢得也并不容易,所以接下来需要更好的调整状态。 以期待迎来本赛季第一场酣畅的胜局,红魔能否夺冠主帅和伯格巴是关键,事实上汉将和牧帅的矛盾并不大,只是牧帅性格强势一些,他更喜欢谦虚和听话且攻守兼备的球员,而且比较钟爱老将,伯格巴的性格比较直接,面对媒体的话也会被各方隐身后,造成一些内部有分歧的现象, 如果伯格巴更懂得管住嘴巴的话,对于球队是更为有利一些的,伯格巴还指出一点,开心和信任会让自己竭尽全力,反之不开心的话就无法竭尽所能,这样的言辞的确有点可笑,只能说当初曼联纳入伯格巴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他个性的负面效应,这样的球员其实可以和定时炸弹相比,伯格巴是很幸福法国主帅得上的, 所以牧帅想要本赛季夺冠的话不妨取取经,切尔西之前的门将库尔图瓦也是典型的大嘴巴,每次面对媒体都会让各方认为他有离队的想法,每次如此无一例外,给球队带来负面的影响,今夏已经如愿转回黄马, 所以切尔西也不再会受到大嘴巴球员的困扰,而曼联则还要继续承担这份压力,曼城镇中没有面对媒体信口开河的球员,所以现在的蓝月亮不仅仅实力占优,对内的团结也是群雄所羡慕的,此外就是对冠军的渴望很迫切,尤其是欧冠奖杯,所以球员们在球场上力拼,且会以大局为重,并不完全注重个人的数据。 曼联的第二轮将客战布莱顿,虽然对手较弱,但是上赛季两军对垒的比分都是1比0,只是曼联客场0比1不敌对手,所以此番客战也需要防冷,对于曼联来说想要重新夺回联赛冠军就必须多一些改变,所幸的俱乐部高层也做出了一些努力,据说要设置足球总监的职位,便于球队引员工作,这样做的确是有利好面低, 不过穆帅想要决爷和温格那样的权利的确不太可能,目前的英超如两位老帅那样有权威的主帅是没有了,相比之下瓜帅所得到的支持是最多的,即便如此今夏曼城主帅向纳入费尔南,迪尼奥的替付也未能如愿,好在瓜帅一直都是口头上表示满意, 并不曾有抱怨或和高层产生矛盾,虽然英超只占霸一轮,但是关于赛季末谁将夺冠的讨论依旧是热门,曼城拿下阿森那之后被各方看好,但是球队想要超过上赛季百分夺冠的确不易,而且英超近十年没有球队能连续夺冠,瓜帅想要冲破这道关口也不易, 上一次英超连续夺冠是06-09赛季曼联完成三连冠,之后夺冠的球队依次是切尔西,曼联,曼城,曼联,曼城,切尔西,莱斯特城,切尔西,曼城,除了狐狸成奇迹外,基本是双曼和切尔西在雄霸英超,但是却没能连续夺冠,所以瓜帅的曼城北赛季问鼎的难度增加,利物浦也是不可忽略的劲敌, 不过回看近十年珠强登顶的战绩,当曼城上赛季强势,拿下所有英超对手,并对个别争冠对手完成双杀,小集团的战绩也是最好的,这一点如果延续强势效率的话,就是本赛季连续夺冠的最大利器,近期射曲盾和英超首轮两场比赛,曼城先后拿下切尔西和阿森纳,两强都是今下新帅上任, 这也是伦敦双雄本赛季极难威胁曼城的一个原因,本赛季前曼城纳入了马赫雷斯,虽然目前还没进球和助攻,但是甲乙十日是可以完成爆发的, 这圆虎将会增加曼城的实力,进攻端会更为犀利,目前曼城的阵容已经是英超珠强中最好的,所以没能纳入费尔南迪尼,奥的替补并不会有太多的影响,何况冬季引员还可能补强这一点的不足,目前的这套阵容已经磨合到位了,战术体系也已经成熟, 所以球队的战绩是有保障的,对于曼城来说新赛季想赛联赛夺冠,还需要看欧冠的赛程和进度,如果过早遭遇强敌从而出局的话,联赛夺冠的几率增加,而如果还要一路过关机身决赛的话,双线争冠的话是必要有取舍, 联赛一旦积分无法拉大的话,一旦暴冷失分则可能无法连续夺冠,这些就是目前英超本赛季的一个大致的情况,曼城如果无法夺冠,那么五强则都有可能,曼联和利物浦的几率更大一些。 韩国伤死人的网路自走出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